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套位于Edmond西南 Chapelle社区的三层townhouse 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旁边还带一个院子 这是一栋建于2019年地面以上使用面积达到1600平方英尺的 三卧三位编户,也就是end unit的住宅 进门以后往左边走,就是一个办公室 目前的主人呢,看来好像是把它作为一个用来健身的瑜伽室 走廊的旁边呢,这里有一个衣橱 衣橱的背后就是mechanical room 也就是我们的锅炉房,还有热水炉等等 再往前走呢,就是车库 这是一个双车库 车库的旁边有一个侧门,通往旁边的院子 接下来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是一个东西朝向的户型 因为三面都有窗户,所以整个房子显得非常明亮 这个living room的窗户是朝东的,下面就是车库 这里是旁边的院子和花园 餐厅的外面,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 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 右边是另外两个卧室 走廊的旁边是洗衣房 这个房间的窗户是朝南的,所以阳光非常充足 这个卧室的窗户是朝东,是每天最先被太阳照耀的地方 前面我说过,这个房子因为三面都有窗户,所以显得非常的长亮 这里就是这套房子的主屋,也是非常的宽敞 这套房子的人season参加起来 这个房子为四面コ da儿子 在家后面有一个宽敞 词状说明这套房子的窗户 说明这套房子能参加重 工作室的窗户 这套房子的人物群的窗户 是两套房子的人物群的窗户 这样一套房子的人物群的窗户 但圆毫是一个宽敞 就终于是家来打的房子的窗户 你说的前面有空户 所以这套房子的人物群的窗户 波子的人物群的窗户 这套房子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欢迎你联系我 不过这时候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栋摊号室是没有管理费的 但是门前这么大块的草坪 应该要怎么管理呢